今天想拍LV和Chanel的靠默分享 不好意思这影片里面所有的产品 其实是去年买的 如果没看或看了我上一条影片的朋友 都知道我为何无骨失踪了 所以我去年没拍到 我本身有一个摄影的位置 我买了的东西或者我想拍的东西 我都会放在那个位置 其实已经坐在那个位置成年了 我终于拍了 另外也谢谢你的支持 因为我上一条影片也说了有这个pre-sell 叫做Elaine House Closet 如果没看上一条影片的朋友 我也搜到很多很多DM 反正非常热烈 而且不好意思 因为我上一条影片是正正三星期前出的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真的不经不觉我上一条影片是三个星期 差不多整个月前已经 我真的忙得我掉了 真的不要开玩笑 我本身打算是上个星期 可能出现在这条影片 但后来真的忙得太 后来没拍到 不过说回 插开了话题 先说回 其实我想说 都是你的支持 因为我反应非常易热烈 搞得我其实回不了 因为太多DM 一定多谢你的支持 而且我还没放完所有包包 到Elaine House Closet的Instagram 其实我还有Chanel的产品 我也以为自己会轻松一点 但其实也不是 也不轻松 因为最近生意好了 因为可能准备开放 打这些疫苗 所以现在 那些餐厅 那些都是outdoor的 但也可以在里面坐 在L.A.这里 我不知道其他州 或者其他county 是不同的 所以可能多了人出去 所以真的比较忙 在我的事业方面 再加上我的学期还没完 大家 我是五月中才完 所以我现在正在努力 还有其他priorities 所以不好意思 真的回不了你们 但我也有这个计划 在这几天 会回覆你们 我想先回覆你们 之后再post Chanel包包的相片 因为如果不是 我已经回不得切其他 再post的话 会overwhelm 可能更加更多 所以我真的不好意思 如果一直都看我 遲遲未reply 而且在这段影片开始之前 我想推荐一下 luxury fashion rentals youtube channel 还有instagram 如果你们没follow 就快点follow 而且luxury fashion rentals youtube channel上面 都是讲一些 关于品牌的历史 以及一些 handbag tour 可以看到close up 那个包包是怎样的 容量是怎样的 那些 花了一些时间 去拍片 也需要时间 不是我做的 但也是有心机 所以也想你们 去支持一下 而且也可以说 学一下英文也好 或者学一下品牌 那些 如果你们有什么其他 ideas 可能可以拍一些 哪一类型的影片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因为想重点在一些 关于luxury的东西 因为始终都是luxury fashion rentals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建议 都可以在下面 麻烦你们告诉我 好了 我们现在事不宜迟 说完了 现在开始了 首先说一下我现在穿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 其实之前在instagram也 post过照片 但没拍过影片 其实是一件 挺浮夸的 第一件LV的衣服 这里有一个袋 整件衣服都是LV 但后面是黑色 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我会当初买这件衣服 因为觉得 这件衣服也不便宜 所以我觉得 给了这个钱 当然买件浮夸一点 可能有时候太低调 可能我没去到那个level 可能要买很低调的 我觉得给了这个价钱 当然买件浮夸一点 这个LV的材料也不错 他们也很舒服 而且现在 我碰了咪 在这里夹了咪 但是圆领 这件衣服就是 我在穿睡衣服 其实在下面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其实就是这样 这件衣服就是 LVSA送给我的上一年 但是上一年没拍片 所以拖到现在 这张卡是他写给我的 我不拍里面 但是只有这样一张卡 写了一些东西 之后 猜是什么 我平时是不会买的东西 哈哈哈 用这个布袋入住的 小小件的 我平时真的不会买的东西 所以礼物也很好 就是这个了 多谢LV 就是这个 来个近镜 大家看不看到 这个有个 好像一个箱 但其实开不了 是一个座台 一个台 台阶 就是这个花花collection 超级漂亮 我会用他的 可能夹在包包里 我不想有一个锁匙圈 我觉得好像 怕一些锁匙刮花 这个漂亮的花花 锁匙扣 所以我可能会 挂在包包里 我简直忘记了这回事 因为我把我的东西 放在那里 完全没了回事 放在那里很久了 现在我会用的了 而且多谢我的SA 和LV 然后可能说一下 这个Chanel 因为我放了一些东西 而且有一些在那里 真的很随机 这个Chanel的盒 猜不猜到是什么呢 真的已经 有没有用了呢 我也不记得了 对 没用啊应该 因为 因为他的纸还在 所以我还没用 我要快点用 真的 这个很summer的包包 是很漂亮的pastel的颜色 又有一个 浅蓝 和浅粉红色 是透明的 其实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 透明的包包 可能有些朋友 你们会觉得可能 也可能不是很直 因为透明也很贵死贵 但是我 其实真的很喜欢透明 不知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特别 而且我也有不少透明的包包 因为我觉得真的 不知为什么有一个情有独钟 对透明的包包 膠是硬身一点 让我来近镜 对 后面就是这样 其实我对圆形的包包 其实没什么特别有兴趣 但是 因为这个透明的关系 加上颜色很漂亮 所以也觉得挺好的 它带子也是pastel的颜色 对 然后就是这个盒 很明显 是鞋盒 这个 也是刚才收拾出来 才记得 原来我买了这双鞋 很漂亮 我完全没有了一回事 我要快点穿 放在这里 浪费了完全 然后是我最爱的 粉红色 所以我觉得很漂亮 然后就是这样 好像运动型 针迹那些 然后真的很sporty 我穿的尺寸是36号 Chanel 36号 我本身美国US是6号 然后它有Chanel 这个字在 然后是胶胶的 然后就是这样 旁边这样 前面这样 对 我可以这样搭这个包包 一起出去 粉红色可以 挺搭 鞋底就是 胶胶胶 对 然后另外一只鞋 在这里 对 然后呢 下一个 就是用这个盒子 在这里入住的 也是礼物 谢谢我的Chanel SA 宝宜 还有Chanel 他们送了这个 包包 她已经送了这个包包 给我 因为我忘记最后有什么 刚才拿出来看 然后就是这张卡 也不说里面写了什么 但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是很漂亮的一张卡 这样的 就是这个 好像一个pouch 也是一个包包 手抽着 没有带 那些 但如果真的想安绳带 也可以的 因为它旁边有这样的链 其实如果真的想扣一条链 也可以的 不过应该 可能太扁 是不是 可能手拿会好一点 然后有一个Chanel logo 在这里 而后面 有一个pocket 这样的 然后 它是一个金器 然后里面 就是这样 它有一个暗格 也挺实用 可能去一些dates 或者一些 可能要dress up的场合 也挺classy的 这个 多谢 这个非常好 而且很舒服 它的质地软軟軟 好像一个枕头 连下面也是 有个链 好了 然后我已经 其实现在奇遇讲的东西 其实已经 拆了出来 已经没盒子了 然后讲一下这件小小的产品 差点忘记了 因为堆在这里 就是LV 我平时不会买 因为我觉得 好了先说 就是这个香水 这个是LV的香水 其实我对香水没什么好感 因为我觉得可能 喷香水可能会做一件衣服 如果白色的衣服可能会黄 或者其实对自己的皮肤也不太好 我平时可能 如果我真的有一些香味 可能就是一些body lotion 因为我每次都会塗body lotion 因为在加州这里真的比较干 所以经常会塗body lotion 而且也有一些味道 但是这个可能看得多 我知道为什么 不是只看得多 因为我 试试也有给一些小小的sample 试用 我记得有噴过这一款 也觉得很香 之后也买了一瓶 买了一瓶 大尺寸 他们的口很有趣 是一个磁石口 就是这样 这个是LV的字 这个是喷喷的喷嘴 这样吸下去 我也看到 其实我买了一年 其实我也没有怎么用这么多 因为其实我 很窄 尤其是COVID 更加不会外出 所以也没什么特别去用 也不会突然在家里自己有喷一下 但其实我刚才拿这些东西上来的时候 也噴了几下 因为也很 很香 你要我描述的味 不要叫我描述 因为我不太懂 自己去 我打个名字在家里 你们去看他们 应该是 可以说是花香的味 因为他们会写光 那些味道 会比我好去描述一下 但是一些都是比较年轻一点 而且这个我的课程跟我说 是很大热的 其实这个味道 所以也出名的 这个味道 要先放好它 不要打烂 另外 接下来说的东西 就在这里 就是这个包包 哎呀 看不到 就是LV的包包 是不是很漂亮呢 这个是pastel的颜色 不是不行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pastel这个颜色 这个是他们的水桶袋 我也有他们的普通 就是monogram 就是他们最classic的一个款 这个是这样 有一条带在这里 还有粉红色 对很漂亮 而后面是这样的 底部是这样 然后里面呢 就是有两大格 然后中间有一条拉链 这样的 然后他们这一款的包包 里面也是一些好像 滑滑滑 好像涌 这样的 然后我也非常 觉得这个放到很多东西 可能不是 中尺寸 你会叫 因为也不是很小的 这个 真的放到很多东西 可以很重的 如果真的装满东西的时候 然后 然后 放在这里 然后下一个 也是 这个pastel颜色 就是 他们的speedy b b的意思是 他这条带 这样的带 然后有手抽位 然后也是 30这个尺寸 他们的中 可以叫中尺寸 他有nano 然后有25 然后30 然后 第三个尺寸 我不肯定 但是30 然后下面的底部是这样 然后他的带 也可以有多少格 有三格 这样去 调长 然后里面 真的整个speedy 这样 其实我自己 prefer 25 因为我个子比较小 所以25 其实是搭我多一点 但是 通常这些 啊 是limited edition 通常limited edition 他们通常都是 这个30 因为可能大约在中间的位置 因为他还有一个 再大一点的size 可能适合个个身影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会选30 而里面 是一个蓝色的 有写LV 跟平时speedy B 有点不同 而且speedy 内容 通常都是啡色 如果原装 classic那款 那个monogram 然后 他有这个 暗格 有个拉链 里面其实有东西 就是他把锁 就是银锁 因为如果monogram 就是金锁 就是这里 这个锁 要先挂下去 他的锁匙在这里 然后这个size 都放了很多东西 也可以很重的 使肩膀 到最后一件产品了 又是这个pastel的颜色 这个是neverfullmm 对 这个超级漂亮 这个是你真的不买不行 它两边都不同 这边有一个大大的LV logo 而后面是这样 monogram 整件事很复活节 很春天 相隔了一年后 又是春天 然后呢 他有这个pouch在这里 所有neverfull都跟着这个pouch 挺好 可以当一个这样clutch 或者类似刚才的chanel这个 这样拿着 格式跟平时的neverfull也是一样 有一个大大的暗格在里面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好了这条影片完成了 大家可以喜欢 如果还没follow我社交媒体 instagram的朋友 或者luxury fashion rentals的instagram 或者youtube channel也好 的话快点去follow 如果有什么想跟我讲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最加上elaine house closet 如果还没follow的话 快点follow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